查HPV病毒筛查宫颈癌可靠吗?张明,查科,主任医师 HPV这个筛查和宫颈癌筛查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们现在有好几种筛查的方法 主要的是查一些高危型的HPV 比如16、18、33、31、35这样一个高危型的 高危型的对于HPV感染,对于宫颈癌是有一些相关的指标 我记得资料是这样讲的99%以上的一些宫颈癌 在它体内可以查到HPV 但是我们建议的是不仅要做HPV感染 还要做阴道镜业绩细胞学检查 这样可能对于宫颈癌筛查的力度可能更好一些 我们建议的35岁以上一年查两次的做复刻检查 至少一到两次的一个HPV的检查 如果有异常的情况 我们就建议做阴道镜和液体细胞学检查 因为我们肯定先查出来是HPV感染 感染以后才能最终发现一些宫颈的一些病变之后 比如说CRNA3到宫颈癌 它可能还有一个时序 比如说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到宫颈癌 所以我们高级别的一个宫颈的病变发展到宫颈癌 也可能需要一个10到15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定期的复刻检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 专家提示 1.HPV筛查和宫颈癌筛查有一定关系 2.99%以上的宫颈癌患者体内可以查到HPV 3.建议35岁以上妇女一年做两次妇科检查 至少一至二次HPV检查